就算要過年的前夕 發生了一起人人的悲劇 新北市新店區有一名無業男子 疑似與父親發生衝突 在十八號晚間 竟然拿起啞鈴 朝向父親的頭部重擊 而兇嫌的母親回到家 看到丈夫倒在地上滿臉是血 而且失去呼吸心跳 嚇得馬上報警 而警消到現場發現 傷者已經死亡 兇嫌的母親向警方表示 兒子有精神上的障礙 而警方在製作筆錄之後 將兇嫌帶回 全案一殺人罪的方向偵辦 714 享有折扣喔